第二天 开门 快给我开门 知不知道我是谁 老太爷 我们当然知道您是谁 但是主子吩咐过了 不能让您进来 你这人 不要有眼不识泰山 小心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这是干什么 夫人 正好你过来了 赶紧给我开门 夫人 主子交代过 不能让他进来 快点开门 安松那看着保镖站在那里不动 转身自己去开门 叶正宏冷哼了一声 拉着白曼琼走进客厅 没关系 还不会找你麻烦的 谢 夫人 安早点说完 深呼一口气 朝大厅走去 爸爸好 爸爸 谁是你爸爸 我可没有承认你这个儿媳妇 没有我都允许 我是不会让你踏入老宅一步的 正宏 别这样说话 再怎么说 阿爵已经对他求婚了呀 那又怎样 订婚了 可以再退吗 哟 你好大的口气啊 谁也认许你在玉湾这里大喊大叫的呀 这里也是你们这些阿猫阿狗能进来的 陕西 你这话就不对了 什么叫做阿猫阿狗 你哥呢 这一次 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的 哼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还有啊 你们两个坐在什么地方 这地方也是你们坐的 啊 我劝你们赶紧离开 否则被人轰出去啊 就不好了 混账 你就是这样跟你老子说话的 陕西 再怎么说 我们也是你的长辈 好歹知道一些规矩嘛 你一个戏子在这装什么装啊 戏子不愧是戏子啊 到哪都是演戏 看你都可以拿一个奥斯卡脚像了 叶陕西 你胆子大了是不是 叶正宏说完 直接拿起桌子上的杯子 就要朝叶陕西的身上砸过去 陕西小心 叶陕西刚刚反应过来 只见眼前一个人影闪过来 再然后 便听到了一声闷哼声 叶陕西睁开眼睛 看着面前的安小暖 顿时心疼 安小暖紧紧地抱着叶陕西 可是自己却没有感觉到疼痛 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被一个人挡在了自己的身后 七大哥 你没事吧 呀 你的额头流血了 您是否就是M国的总统 殴打总统这个罪名 可不小啊 哪里哪里 这只是开玩笑罢了 戏正宏 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 冉西你别这样 他毕竟是你爸爸 爸爸 你看他哪里像个父亲的样子了 叶陕西 你这是什么话 我把你拉扯这么大 你竟是这样回报你老子的 我呸 您好意思说 我和我哥是我妈带大的 不是你 是你自己走出去 还是我直接打电话给警察 就说你殴打一国总统 我想这个罪名 一定会判你个十几年 二十几年吧 我们这就走 到此后 我们这就走